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场欧服上 在地图EI上的一场有意思的比赛 对阵双方分别是左边 蓝色的暗夜精灵 他的对手是在右边红色的冷组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冷组这一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也比较常规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这一边 暗夜精灵首发的话是窝等 这个地图是不是有点小 出窝等关键的话还是要速练三级 三级以后就可以去冷组家里骚扰农民了 好,出一个小AC 然后练一下这个333 冷组一上来的话 在暗夜精灵固盈碧点造了一个小房子 看一下对方会不会什么时候来练 来骚扰一下 这一场比赛其实双方的操作肯定是比不上我们国手 英飞啊,120他们 但总体看下来打得比较有趣 就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战术 看一下,我再一上来跟大树来练集 打到一个贵族头环 加三维非常不错 大法师一上来的话 带着他的小农民来练这个雇佣兵 打了一个雪牌 但是这个位置刚好卡住了 你不小心的话还真看不到 我看大法师是不是眼瞎 大法师没有看到 我一开始还以为被大法师把装备给A掉了 没想到 也是一个盲人玩家 好,练完这个点 是不是继续练这个311 练一下311 波尔登也在练这个311 大树站起来 应该要练雇佣兵营地了 好,大法师带了五个农民 要练分框了 练完分框的话 要顺势开一个分框 我们看这个小精灵 看到了这个大法师的一个走势 看一下要不要来报一下 把小精灵来这里报一下 好,大法师首先来处理这个小精灵 小精灵还是成功自报 蓝叶精灵 我的高效率的练集 要尽早的到三级 三级以后,波尔登的作用才能开始发挥出来 波尔登是小买啊 买了一个绿皮 不是应该买个黄皮吗 给你加血 看一下能摸出一个什么好装备 哎,摸出一个闪避护符 哎,大法师刚才去把这个血牌拿到了 大问题又来了 你拿到了这个血牌 应该拿到了吧 买了一个粉 哎,要去骂了 要去暗夜家里搞一波了 好,大法师 我等居然还没有到三级 有点亏啊 好,马上三级 三级看生个主生毒 还是主生那个刀呢 大法师看到 我等到三级的话 顿时一看 嗯,形势不太妙 还是往我家里撤一下 是吧 把分罐给开出来才是王道 波尔登打算继续练 难道想速生五级 这个地图的怪 还是稍微的有点少 要那个TS的话 可能生五级会更快一点 你看一下 暗夜精灵现在二本升好了 轮足还没有开始升二本 轮足把分框给开出来了 那也是成功了一半了 轮足只要把分框开出来 那打后期还是比较稳的 这个暗夜精灵比较跳啊 直接升三本 现在二本建筑也没有造 一直在造这个月亮景 双方在暗夜精灵的分框 发生了一波战斗 我等身在是毒 杀了一个福特曼 不亏 这暗夜精灵有想法啊 他拼命的造月亮景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已经有四个了 还造两个 这六个了 马上就要七十人口呀 关键他不造二本兵 也不造二本建筑 你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想法 看分框要不要开一个 三本升三本 但是二本建筑不造 那继续 我看不看暗夜精灵继续造月亮景 难道是造无限的月亮景 为这个窩等提供无限的奶水吗 我等现在四级多一点 离五级还有点 还有点远啊 大法师三级 打了一个加五的攻击之爪 好 我等接下来想练这个四级 但是大法师看到了 我全部来起火呀 这个大树 那这个大树命不久矣啊 小AC想去救一下 但是看到对方那么多兵 还是撤退 保命要紧 路上看到一个偶遇一个小精灵 先和小精灵声一声再见 大法师一看 咦 这个暗夜精灵家里没有二本建筑啊 本来想来拆一波的 发现都是月亮景 这个打法也有点意思 你看一下 蓝族有什么想法吗 升攻防了 好 二本升好了 到底出什么好了 那拆建筑的话 其实最好出一下 小炮 坦克 是吧 或者三本骑士 也挺好的 看一下 蓝族 咦 蓝族 买了一个隐身 想去干嘛呀 下雪吗 我等也买了一个重修之书 那到五级之后 估计是要去杀弩命了 还是速炼武的打法 好 大法师来这里 看要不要搞什么动作 暗炎机灵 打到一个 打到一个水晶球 撒了一下 看到蓝族的风光 运营得非常好 那怎么办呀 我的心说 等老娘 五级了 是吧 老你看 疯狂 老你看 哎 大法师继续来看一下 造了两个商店 其余都是月亮景 没有二本建筑 也没有三本建筑 看蓝族 双线 连MK 我的马上要到五级了 五级的窝等 有无数的月亮景 给自己提供奶水 还有两个商店 买药膏 窝等 我看暗炎精灵 也不打算造兵了 就通过造月亮景 无限的 哎 养这个窝等 蓝族的话 看看有没有什么 好的一个对策 在深攻防 一直在深攻防 大法师看到 窝等这么猛 赶紧 赶紧回城 吃个回复药水 窝等五级了 可以洗一下点了 洗好点 接下来就是窝等 沙农民的个人秀 好 再撒了一下 再罩了一下 看一下这边 只有一个圣塔 一个箭塔 问题不大 分框这一边 一个圣塔 另外一个圣塔 也在升级 买了一个球 买了一个绿帽子 赶紧去杀农民 篮族这一边 MK丹链 马上要到三级 那三级的MK 可以稍微限制一下 这个窝等 窝等开始个人秀了 冲过来 带起绿帽子 一个刀 又一个 两个 一个闪烁 又有两个农民 这一波不亏 杀了三个还是四个 杀了四个农民 哎 绿帽子到时间了 绿帽子到时间了 赶紧撤 这还有一个落单的小农民 哦 轮族开始出骑士 我看你不造 二本剑 你不造兵 骑士够硬 而且工房也剩得不错 现在骑士是两宫一房 这窝等有点膨胀啊 跟骑士硬高吗 顶着他 单船回家 哇 这个家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将近二十口月亮景 可以的 一回来 这水随便喝啊 无限的水一样 好 再买一个绿帽子 又再去杀一遍 这轮族好像也有点坦诚呀 哎 轮族你其实可以 他想 用高工房的骑士 去拆对方的月亮景 但是出个小炮不是挺好吗 难道出小炮 怕对方来 刀一下 把你的小炮全刀没吗 然后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生一下反影嘛 你看现在晚上了 估计我等到时候要隐身一下 好 人族 看一下暗夜精灵的分矿 看到没有开分矿 只有一个战争古术 军事把战争古市拆掉 窝的 很秀啊 这里已经杀了很多农民 基本上这一把把农民杀光了 快要到六级来杀农民啊 从五级杀到快六级 杀了又杀了一个南乌 好 人族冷不了了 我家农民被你杀这么惨 那我直接来拆你建筑 那现在暗夜精灵能守住吗 暗夜精灵只要27的人口 人族有60多的人口 我们看一下 就靠这茫茫多的月亮井 然后就靠这个刀 一只刀 三个AC一个英雄 守住60多人口 好 六级放下了这个复仇的化身 喝水 喝完水买了一个刀 又一个刀 哇 这有点站不住呀 我感觉 人族还得抱全骑士的一兵 才能站住 现在骑士是两公两房 又一个刀 好 再闪烁一下 继续喝水 喝完水继续刀 小精灵 小精灵要不要过来抱一下 处理一下这些大水源 好 又一个刀 闪烁 小AC来处理这边的南窝 好 又来喝水 立刻又厚饱了 这么多月亮井 才生一个月井之春 是吧 这井水源源不断的来供应 咦 看窝顿还挡下来啊 六级窝顿 现在两个AC了 两个AC 刚才挡下了 人族六十多人口的进攻 这一波 有点秀啊 我感觉 暗夜精灵这个游戏体验非常好 把帕拉丁杀掉 窝顿成功升到了七级 七级的窝顿 看有没有生个毒 一个毒 一个刀 很秀 MK 三级MK 有点挡不住 赶紧回城 看不下人口 人口 现在 人族还有六十多 不过这六十多都在冰营里面的吧 都在冰营里面 这种冰 估计刚才 哇 全部都是人族的尸体 暗夜精灵 只死了两个AC 现在还留下一个AC 好 打算开始开分框了 窝顿继续续秀 买了一个绿帽子 继续去人族家里杀农民 人族有一个南屋 但南屋不够啊 这个地图 没有飞艇 那不太好保护农民 没有飞艇 绿帽子戴起来 被对方净化掉了 被这个南屋驱散掉 好 农民赶紧跑啊 撒开腿来跑 一个 哇 南屋应该升个反影 要是反应过来 升个反影影的话 你这农民 至少可以多存合一两个吧 好 南用掉 继续回家 南屋现在已经 一二三四 出了四个骑士 两攻两防 五个骑士 两攻两防的五个骑士 完全骑士还不太够啊 要不要再出一些小炮 最保险的战手是出坦克 除了坦克的话 你这个窝图打不了坦克的 好 现在 窝图吸引蓝族的注意力 拿自己开一个分块 看能不能顺利开出来 蓝族继续练击 帕拉丁MK的等级 再往上提一点 现在面对七级的 却是这三个英雄 有点不够看 好 双方在 暗夜精灵的家里相遇了 这一波看一下人口 这一波人组 破了七十人口 暗夜精灵 一一次还是二十一人口 一个英雄 加一个AC 能挡住吗 好 天亮了 这一波天亮了 那你月亮景不能够恢复水了 绿帽子戴起来 防止地方来锤 喝水 喝完水 喝完水再一个闪跳过去 再刀一下 好 先把蓝屋给干掉 蓝屋的恢复能力 后续还是很强的 帕拉丁奶一口 波顿继续过去 诶 比MK锤了一下 二级锤还是很凶的 再一个刀 一个闪 闪回去 不怕 下面还有很多茫茫多的月亮景 你拆完一个 我可以造十个 又一个刀 诶 这个幽魂之鬼一直没有输出环境 小AC也一直在走位 人组已经75人口了 快80人口了 这个心灵之火 也加上 小精灵一爆 心灵之火可以加防的 好 看看隐身大法师撒了一个粉 但是窝顿又跳走了 没事 现在还有十几口月亮景 有很多泉水 随便喝 这两宫两防的骑士也有点挡不住啊 甲五的护甲 我的天哪 这窝顿的三级刀这么猛的吗 我又一个刀 拉丁赶紧奶回去 打完这一波好像能走有点挡不住了呀 要回家再 恢复一下 再来打 我呢想顺势再去追一波 来MK在前面 MK一个锤 好 一个锤 小AC把一个小男巫给干掉 好 现在窝顿利用自己闪烁追击能力 继续来杀人组部队 哇 这一个倒不错啊 一个男巫 一个女巫 这女巫死亡的姿势非常帅 好 小心 小心MK一个锤啊 小AC被干掉 哇 这里看能不能刀好 这个刀 这个刀没有刀得非常好 人组 由于大半的部队只有一丝血 诶 这个复仇之魂被围杀了 看有没有保存 没有 我等还想绣吗 很危险啊 MK一个锤的话 这 想绣吗 看一下 哇 闪现点了 但是还是差了半秒钟 好 差点被杀 赶紧跳回去 分块已经开始运营了 看一下 人组 人组看看 我还是觉得人组出这个坦克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我一开始也意为骑士是吧 可以很猛 没想到在 我等三级刀的五元元不断的刀的情况下 还是有点抵抗不了 好 喝一个群鸟 可以补给一下 大法师买了两个群补 再加一个群房 可以的 骑士 看里面又生好三宫三房 三宫已经生好了 房还差一个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有想法了 仅靠一个窩的 是结束不了比赛的 造了三个齐美拉西墨 他想造齐美拉来对付这边的骑士 那这个兵种针对的非常好 但是人组看到了呀 这造不起来了 这造不起来 全部要被拆掉 全部退掉 现在人组在 暗夜精灵的分矿造塔 暗夜精灵分矿要被打掉了 我等还在人组的主矿杀农民 这三个男巫再奶 三个男巫才能不能奶得过来 我等还有一个男 我等还有一个男 加上自己的复仇之魂 把这个小复仇之魂给招出来 八级窝等 这游戏体验非常不错 好拆完分矿 蓝组继续冲向了暗夜精灵的主矿 现在是从下边这边来开始 拆这个月亮景的 刚才从上面 暗夜精灵变动的想法还是很多的 这边造不起来 放到这边来造 三个齐美拉西墨 按下 暗夜精灵还有两千块钱 钱是非常多的 不等继续来刀 那就得在这里撑一下时间 让自己的齐美拉出来 现在人组不知道他在造齐美拉 如果知道的话补一些飞机 那齐美拉就基本废掉了 而且人组其实也没什么钱 200多块钱 主要是人口太高了 70多 那他这个虽然要说是双框 但是也打个折 继续刀 先把后排部队给刀眉 好看能不能围杀 一个闪过来 看再刀 哇 这边已经拆了好几个月亮景了 感觉这一波暗夜精灵 有点挡不住了呀 挡不住了呀 赶紧齐美拉要出来 齐美拉要不出来就没了 好继续 又喝满了水 再来一个 又来一个闪现 哇 一个锤 看能不能把它干掉 又一个刀 继续喝水 哇 这上面还有那么多月亮景 三攻三防的骑士 该身的技能都升上了 又一个锤 锤 锤的瞬间喝好 把这个裙防也补上 裙防也补上 哇 这边裙防已经用掉了 两个裙补也用掉了 果然这个守望者 八级的守望者 这个刀还是很给力的 但是 齐美拉再不出来 骑士就要把这边的月亮景都拆没了呀 继续拆 我目测 现在一个骑士还没死 杀的都是一些男巫 现在 人组没有补给了呀 人组没有补给了 有点危险了 月亮景 拆了快一半了吧 但是自己的骑士 有点挡不了了 关键时刻 三个齐美拉过来 那人组没办法赶紧回城吧 人组回城 看能不能补一些东西出来 补一些对空的 这边齐美拉还在造 人组这边 人组分框也没钱了呀 看第二个分框能不能开住了 好 立马开第二个分框 也没有补这个 没钱 补不了车间 这人组的侦察太差了 好 齐美拉 拆了这个塔 还是非常给力的 这沃德 一个英雄 完了一整场 现在快九级了 但骑士过来 打不了齐美拉呀 靠MK和大法师打吗 好 沃德又来一个刀 一个闪 好 人组没有钱了 出不了针对的兵中 打出了忌计 我们恭喜暗夜 这个暗夜选手这一局游戏体验非常好 希望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